另外由广东佛山市长率领的佛山市经贸代表团约佛山市商务局 美中佛山经贸文化促进会日前在洛杉矶联合举办了 2019佛山洛杉矶经济合作交流会 出席本次活动的除了佛山市长朱伟一行 也包括中国朱洛杉矶总领事馆商务领事袁浩方超 加州众议员周本利 国会众议员赵美新代表吴国庆 蒙特利公元市议员林达坚 前市长黄维刚 美中经贸文化促进会会长杨振复 美国华人华侨联谊会主席马树荣 美国联合总商会会长孙英丽 资深侨领张素九 以及洛杉矶多个商会的负责人 中国朱洛杉矶总领事馆商务领事袁浩表示 佛山和洛杉矶都有着深厚经贸底蕴 和得天独厚的经济发展条件 中美贸易中高达三分之二的货物 通过洛杉矶和长堤港口进入美国 中美贸易发展不仅是双边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为双边的华人华侨和商家提供了大量贸易机会 这次佛山代表团来到美国是为了促进中美之间的文化和贸易交流 也跟我们这边的城市 美国的一些城市做了友好城市的一些备忘录 我相信在美国的很多的华商 在跟中国有生意的这些华商首选很多人都去了佛山 我相信佛山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 给我们美国的这个华人桥界 在这个贸易和文化交流上有更大的平台 佛山是广东省第三大城市 也是历史与现代相交融的活力之城 有着美食之都 武术之都 陶逸之都等美誉 佛山市长朱伟表示 期待不久的将来 洛杉矶能够成为佛山饭家居品牌产品 海外展示体验馆在美国西部推广的入口 凤凰卫视钱力涛 洛杉矶报道